全球现场来关注CNN派出的记者到了苗栗的金元电 除了针对疫情的报道之外 分析这疫情恐怕将会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 更多的时间内容交给若宜 好这个再来要看到的就是 台湾的本土疫情大爆发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那么位于苗栗的金元电子呢 日前是经常有移工群聚感染 不只是停工了48小时 那么所有的人员也要进行筛检 作为这个半导体风测的大厂呢 全球前50大晶片厂商有高达56% 都是仰赖金元电 那么现在受到了疫情影响 出货延迟 全球半导体产业恐怕会跟着大乱 CNN就分析说 台湾这波的疫情呢 可能会让原本就供应吃紧的半导体 缺货的状况更加严重 CNN的记者呢 也是特地前往了金元电子 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 你快来看 We're outside the King Yuan Electronics Company It is a key manufacturing hub for semiconductor testing around100km southwest of Taipei And it's one of three Taiwanese tech companies that are grappling right now with clusters of COVID-19 infection This company is by far the hardest hit They had to suspend their operations for two days test more than 7,000 people their entire workforce So far as of Sunday they found around 200 cases most of them among migrant workers people living in cramped dormitories often with reportedly unsanitary conditions And this poses a grave threat to an already vulnerabl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aiwan is the world's leading chip manufacturer These chips power everything from automobiles to smartphones And any sort of disruption to the supply chain could really have global ramifications That's wh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get more vaccine doses onto this is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23 million people live here Fewer than 3% have received at least their first dose so far 那目前金元店呢 超风 智邦等 接连五个厂都因为疫情沦陷 势必得降载 筛检 隔离 那么以金元店来说呢 因为这个移工是占了 整体人力大约有三成 所以目前估计呢 对六月的营收下降幅度 大约是在三成到三成五左右 那么CNN也点出呢 曾经在这个新加坡 还有泰国爆发的 移工的这个染疫危机 有类似情节 如今也是在台湾上演 等于呢威胁到了 台湾的经济命脉 那么半导体产业呢 也在这个确诊人数 不断增加之下 暴露出半导体供货 缺口可能增大的危机 那么关注台湾疫情的 不止美国的CNN 英国卫报 现在呢也以这个 受成功所类为题 报道了台湾的疫情 谈到这个台湾呢 原本是防疫成功 而且呢250天都没有 本土病例的 但是到了五月中旬呢 却突然爆发了 本土疫情 导致这个局势呢 从台湾可以帮忙 台湾可以帮忙 变成台湾需要帮忙 报道也指出呢 台湾至今确诊病例 有超过了一万一千多例 死亡病例呢 也超过了两百六十例 其中有九成 发生在五月中旬 至今让政府是措手不及 卫报也形容说呢 这个防疫模范生 显然没有准备好 因应疫情爆发 由于这个疫苗短缺 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呢 全台目前只有大约 百分之三的人口接种疫苗 卫报也引述了前副总统 陈建仁的说法表示呢 党局认为哦 透过这个接触者追踪 还有精准的检疫 可以控制疫情扩散 但却不敌英国 变种病毒的挑战 让病毒快速的呢 在这个母亲节假期传播 另外这个美国 奥勒冈州立大学的教授 纪俊辉则是表示呢 先前11个月以来的正常生活 让台湾人民跟政府过度自信 认为可以控制避免疫情爆发 即使是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 但是呢 母亲节的时候 各地餐厅仍然是人满为患 出游人潮众多 其中一大问题就是 大多数的台湾人呢 都有点被宠坏了 报导也指出呢 这个台湾政府显然想刻意避开 大陆阻断疫情的措施 例如这个新建方舱医院 还有封城等等 最后卫报也谈到说 不少专家指出 重点在于阻止病毒传播 除了尽快施打疫苗之外呢 也应该要考虑封城措施 那么再看到呢 美国的CDC官网 周一的时候更新了 调降了111个国家 和地区的旅游建议等级 5月24号被提升到第四级 切勿前往的这个日本呢 被调降到了第三级 台湾仍然是维持在最低的第一级 美国的CDC在官网当中是提到说 这个旅游健康建议的判别标准 已经更新了 借此呢 可以把这个疫情严重的国家 跟疫情持续 但是受控的国家 清楚的区分 以这个第四级哦 也就是疫情极高风险的地区为例呢 美国CDC是把标准 从每10万人100例 上调到了500例 那么有许多国家的级数较低 是因为这个判别标准 已经有了变化 或者是呢 因为他们的疫情控制得宜 那么在这一波的更新当中呢 美国CDC把61个国家 从最高第四级 调降到了第三级 第三级也就是这个疫情高风险地区 包括了有法国 日本 丹麦 丹麦 马来西亚等等 那么第三级的这个旅游健康建议当中呢 是建议这个美国的公民 在旅行之前呢 必须要完整接种疫苗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旅客呢 应该要避免进行不必要的旅行 另外还有50个国家和地区呢 是被调降到了第二级或是第一级 风险排名最低的国家 现在是包括了有新加坡 以色列 南韩等等 那么截至周二为止呢 美国国务院也已经调降了 包括日本在内的90多国旅游警示 日本是被降到了第三级 呼吁美国公民呢 前往日本旅游的时候要三思而行 另一方面呢 美国国务院呢 也在这个旅游警示清单当中呢 把台湾的旅游警示 则是从这个4月21号呢 就持续维持在第三级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来关注到的是 先前呢 南韩的大邱市 这是中间的就是大邱市的市长 他在记者会上透露说呢 他们透过一个外国的贸易公司 向德国的BNT来 预购了3000万剂的辉瑞疫苗 但是呢 后来遭到南韩中央政府驳斥 由于这个管道非正式合法途径 因此呢 他们不予以采用 对此呢 大邱市长全永珍 终于在昨天下午道歉了 根据这个韩联社报导呢 大邱市长全永珍 他是开了记者会 针对这件事情公开道歉 他说呢 其实他本来也是为了 帮助政府来采购疫苗的 是在一片善意之下才会进行 但没有想到呢 遭到一片社会的责难 引发争议 对于呢 社会造成了一股很大的风波 那么本来呢 使一起这个购买疫苗失败的案例 却演变成假疫苗诈骗事件 这是他的疏失 他强调呢 造成这一次争议的所有错误 都在我市长一个人身上 希望大家可以停止对市民朋友 还有地区人士的批评和嘲讽 而另外来看到在日本呢 每天新增的这个确诊数 虽然是稳定下降 但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隐忧 就是这个凶猛的印度变种病毒 疑似已经流传进入了社区 在东京有两名确诊者呢 近期都没有出国使 但是却染上了传播力 比英国变种病毒还要强 40倍的印度变种病毒 更造成了一所 一所这个国中师生 还有家人一共15人染疫 疑似爆发这个印度变种群聚 传出呢 是有一名这个男国中生 还有另外一名是女大学生 都感染了这种印度变种病毒 这是东京的首度 有十几岁的民众感染了 印度变种病毒 而且这两个人呢 没有海外旅游史 根据日本NNN的报道呢 这个男国中生 他是先从他的这个同班同学 有人确诊 他被匡列成为了接触者 接受了检查 才确定他感染了 这个印度变种病毒 卫生单位初步研判呢 可能发生了这个 印度变种病毒的群聚感染 所以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东京感染这个 印度变种病毒的病例 已经达到了33例 那么先前呢 日本遭到这个英国变种病毒 全面席卷爆发重症危机 现在呢 变种病毒 传染力更高 40倍的这个 印度变种病毒哦 传染到了社区之后呢 后果如果在社区爆发的话呢 恐怕是不堪设想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 提供给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